很多人都是喜欢去外面吃酸汤鱼片 其实自己在家做一点也不难的 酸辣开胃老好吃了 买鱼的时候 让老板娘切成鱼片 放点葱姜水 盐胡椒粉 一勺生粉 一个鸡蛋清 抓匀腌制十分钟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由热炒香将蒜青红椒 再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就比较简单 只需要放一袋这个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入你喜欢吃的配菜 烫熟捞出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三十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以后在家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 那你可以试试我这道下饭菜 都是小时候妈妈做的味道 首先把青菜去掉杆子 叶子不要扔 然后改刀切成条状 油热放入五花肉 边炒出油汁 再放蒜和小米辣继续炒出香味 倒入白菜杆子 大火翻炒一分钟炒至断生 调味就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包这个家常菜小炒酱 其他什么盐鸡精都不需要放 再放点蒜叶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白菜敢非常好吃下饭 学会了你就点赞收藏做起来吧 妈妈早起五分钟 就可以给孩子做好吃的早餐煎饼 孩子爱吃还不赶时间 碗中单手打入三个鸡蛋 加葱花 火腿丁 胡萝卜丁 一袋调好味道的煎饼粉 250毫升纯牛奶 搅拌质无颗粒状 平底锅刷油防止沾粘 倒入调好的面糊 给它摇晃均匀 撒点白芝麻增香 小火煎制定型 煎好一面煎另一面 煎制两面金黄熟透 香饵好吃又营养简单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以后你要是做干锅花菜 记住千万不要焯水也不要过油 今天我这个做法香辣爽口非常好吃 首先只要在清水中加一勺盐 再把花菜放进去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快速地泡出里面的虫卵 还能清洗得特别干净 然后直接倒入锅中 中火边炒至七成熟 再倒出来备用 另起锅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放蒜末小米椒继续炒香 好吃的关键 只要放一勺这个麻辣香锅酱 用它做麻辣香锅 干锅虾味道都很好吃 倒入花菜 蒜苗叶 最后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即可 这样做的干锅花菜好吃又下饭 以后家里来客 你可以做一道这样的酸汤肥牛 酸爽过瘾 只要会烧开水就能轻松搞定 首先把窝笋切成粗一点的细丝 水开下入配菜 烫几十秒捞出电碗底 再下入肥牛卷 随便烫一下捞出备孕 锅中油热炒香姜蒜小米辣 然后加入一碗自己家的水 调味就简单只需要一包 这个金酸汤调味料 这个是大厨按照比例熬制好的 其他调料就不用再放了 烧开后倒入肥牛卷 煮个三十秒左右即可出锅 你看我就说很简单吧 一看就废 喜欢你也试着做起来吧 以后想吃鲁味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 自己在家就能做 干净又卫生 只要一个电饭锅就能轻松搞定 焯好水的鸡翅鸡爪 鞍唇淡 没有孔的莲藕 葱姜 干辣椒 鸡力冰糖 一勺生抽 老抽 一勺盐 黄豆酱 一袋五香卤料包 半瓶啤酒去香增心 一碗水没过食材 扣盖按煮饭键三十分钟 再焖半小时 这样做的芦苇满屋子都是香的 学会了就悄悄地做起来 可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 明镜上已经成功了 кстати 老抽 老抽